大家好,我是阿胖 天气越来越冷了 早上大家都喜欢吃热汤面 今天就分享一个热汤面最好吃的做法 5分钟就出锅 早餐比油条好吃 做法非常简单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4个西红柿 这里可以多准备一点西红柿 西红柿多一点热汤面才会好吃 把它清洗干净后 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除了用削皮刀 还可以用开水烫 或者是用火烤 而用削皮刀削西红柿 我发现是最节能 也是最快速的做法 看,这样做西红柿处理得非常干净 下面把西红柿 直接切入到小锅里 如果在案板上切 案板上会沾上西红柿汁水 还要刷案板 同时把西红柿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 汁水会出来得更快 这样可以缩短炒制时间 分享一个小技巧 西红柿去皮后会很滑 可以先在顶部切去一刀 这样再拿着西红柿用刀切 就不会手滑了 全部切好后 加入一勺小食盐 摇晃均匀 杀出西红柿汁水 摇晃均匀后放那里 等着备用 下面开大火做饭 炒锅中加入食用油 先把油晕开 油热后下入西红柿翻炒 在炒的过程中 可以用铲子按压西红柿 这样汁水会出来得更快 炒到汁水变得非常多 西红柿变得非常软烂 像这样 加入适量的热水 热水我们在起床时 就可以提前烧一壶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烧开后我们调个位 香里面加入蚝油 一点鸡汁 使汤汁更鲜美 再加一点生抽 提个色 下入挂面 我这里用的是龙须面 如果用挂面 在加水时 适当地多加一点 如果用鲜面条 水就可以少放一点 煮至挂面五成熟 下入一片紫菜 每天吃点紫菜 尤其是早上吃紫菜 可以摄入优质蛋白 再准备两个鸡蛋 直接打入到勺子里 这样我们就不用 再额外多刷一只碗了 先用筷子把鸡蛋打发 然后面条煮之后 下入青菜 再倒入鸡蛋液 倒鸡蛋液时 可以用勺子 像这样泼进来 这样泼出来的蛋花 会非常漂亮 然后把勺子 放进汤锅里煮一下 去除蛋腥味 煮至青菜断生 蛋花定型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哇 这样做的热汤面 光看我就已经看饿了 真的是好想吃啊 如果你喜欢吃热汤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这样做真的是非常好吃 而且这样做五分钟就出锅 早餐吃不耽误大人上班 也不耽误孩子上学 吃上一碗有汤有面又有菜 营养丰富又好消化 吃完从头暖到脚 一天都是暖和的 喜欢就点个赞吧 我是阿胖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